沒有到幾萬塊 最正有哪是差不多3萬 3萬塊 還是不到3萬塊 這個其實不知道我們高雄市的民眾有多嗎 現在的確在高雄市目前大概就300台左右 我正在300台左右而已 那主要是說 你這福利 你看你這福利這麼好 才300台 這個應該這麼講 像今天我到那個光陽機車去看 他們正在測試它的TES 也就是說經濟部TES測試是最近的事情 他們現在總共有五家有六款車服的TES測試 也就是說 事實上這段時間我們應該講說 這些電動機車的廠商都在做這個測試 然後現在符合總共在市面上有六款 其中有五款是可以補出所謂小輕型的是八千塊 還有一款是補出一萬一的 那這部分我是覺得是一個起步 也不是說為什麼都沒有升級 因為 光會覺得很好是從上而下先做一個標準 那符合這個標準的電動機車 他才做一個補出 那各個車廠 他開始就是把他的車子轉換成符合這個標準下面 所以現在等於說是一個開始 我覺得是一個開始 譬如說為什麼這麼少人來使用 那我們換言之的話 比如說這是一個開始 那就是資訊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像吳明元 你覺得說民眾一般要得到這個資訊 像我剛才有算了 有的縣市有補貼 有的縣市沒有補貼 這我不能說是一國兩制 但是真的是 這不是有哪些非美的台灣 但是這個標準真的有差 人家一差就差在幾萬塊 嗯 其實我們說 他其實補出各縣市 中央有補出 地方有補出 所以你有發現補出的這幾個縣市 都是對這個議題會比較重視的 嗯 第二個高雄市 其實高雄縣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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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國真的是 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說高雄市本身應該就補出 應該要跑來前面也沒錯 那我覺得這個議題我一直常講 大众运输 环保的运输 应该是全国一致 因为在台湾岛本身就不大 我们排榻岛本来 不管是城市 或整个台湾 整个区域 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所以你这么做这个扭转 你要做着很大的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 这个补助 我认为说 之前我们 我听过一个业者 上山教授所提的 十年前我们就 整个中央就有这个政策 那因为其他业者没有准备好 有做部分的没有支持 我们不要说笔字 没有支持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慢下来 所以变成这些产商 我们到了 往刚讲的法国 你到法国去 你会发现摩托车 成长很多 不是成长机车 是成长电动资金 电动机车 增加很多 那所以说自己 那我们自己把它慢下来 这是一个 那现在要做 我认为说 很快 要把这个补助 补助款提高 但是补助要一个 你要看到技术跟市场 你要有一个行程 比如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机车业者 不管是生产者 或者是摩托车业者 现在还是很多 你要转型 你要让它有时间转型 所以说 我说 它要分十年 五年 三年两年 你要不同阶段的一个补助 你越近的 你的补助要越多 然后你赶快 为什么呢 我刚刚提的 交通局长说 我们要把短时间的 骑摩托车人 转到大众运输 事实上是有困难 转时间内 那你现在最快的 就是把 现在的机车的 一般的机车 汽油的机车 赶快转到电动机车 这个部分可以增加 我们的整个空气软 而且第二个 是很重要 速度降低 我们活着很危险 说空气软 速度太快 而且我们讲的 市区附近 就是要转换 要待机16分钟的 你40公里以下 根本就够用 所以说我觉得 电动机车的 最大的优势 除了空气软 是它速度把它降低 这样对我们的生命 会保障很多活着 我们高雄市一年 有80个左右 汽机车 大概汽车 大概占60-70人 如果高雄线加起来 我们机车死亡率 有一百多人 将近两百 而且重伤的是 数万上万人 所以当然是说 现在如果说 这个电动机车 它的优点 有这么多的话 张老师我想要 继续来请教你 那照理说 申请或是使用的人 应该都要非常多 而更何况 政府有了这么多的 一个补助 那为何 知道的人 或是使用了买的人 其实虽然 像理事长讲的 有减车 烟灰必然 当然是有减车 这么多 不过它的所调 讲话也就是 要再顺着去 为什么会有 这些状况才生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大概一个月前 我办了一个研讨会 是电动机车 维修人才的研讨会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 有一个学生 叫电动车维修人才 培育计划 那有这个电动机车的厂商 来我们学校 他有个车来给同学骑 同学做 那他说 我速度不够快 我说你速度快的话危险了 他说我速度不够快的话 后面不是我撞别人 是别人撞我 然后我会买一部 给我妈妈买菜 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电动的技术 比以前好 那现在 我觉得推动电动车 现在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不是什么问题 它是一个生活权的一个问题 台湾的排碳量 人均排碳量 每一个人的排碳量 是全世界的 平均排碳量的2.76倍 那高雄南部地区的温度 是比台北台中还高 然后呢 我们机车最多 那机车最多 那个机车的排碳量 那个液氧化碳 跟碳性排碳量 是占所有这个污染的10% 是最大 所以高雄市高雄线 最重要的是什么 去教育这一些使用者 那包括学生 包括家长 包括上班的人 我觉得因为他不知道 我们的同学 他们都骑摩托车 但是他们不知道 有这么好的 这个鼓励的政策 政府部门他其实应该 如果这个政策真的是这么好 那政府现在也有心要做 其实应该要让这个资讯 更能够传出去 让知道比如来申请的人 说恐怕就是要申请的人 说恐怕就是要申请的人 可能是30倍的人 会来做行判 来买这个驾驶 那另外我们当然是说 现在政府开始在撒这一件事 给的这个补助很大方 那你知道这补助 不可能是天长地久的事情吗 那如果不是天长地久 总是会有平的说 那你们要到时候怎么办呢 坦白讲 对啊 到这次是市场基础 那目前为什么会这样贵 因为离电的电池很贵 它是占一台电动车的 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 销售 这是一个头很痛的话 头很痛的问题 那目前呢 坦白讲在技术方面呢 应该都突破掉了 可以解决 因为过去的电动汽车 为什么不成功 第一技术问题 就是没有病人的技术 那病人的技术只有一颗电池 就是很大 要提了一点就大一点 那大一点的话 就拿不起来太重了 那现在呢 有一个病人技术突破 那突破了以后呢 把电池分得很小 那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电池交换机 那这个电池交换机就很方便 就是像我们那个贩卖机一样 那时候你刷卡进去刷下去 你如果剩下电池 剩下百分之三十 用了百分之七十 它给你收费是 收百分之七十的钱 所以其实呢 如果说电动机车呢 大家就在乎的时候 有电没电 我是不是能够像那个 比如说乘乘乘乘乘的时候 附近就有加油 站好就可以去加油 你还可以说 你这个没关系充电 那是这电池这个提供转 可以有这么力电的话 我相信用的人会更多 那现在我们国内的技术 是不是真的可以突破 还有政策是不是 接下来 不然就轻轻手机 这摩托车搭不到 这毅力性的 不然搭不到 因为什么搭不到 就是你满排煮 你的电池就会浪费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产生呢 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继续来讨论 亚洲四年度体育竞技盛会 四十五个国家变区 一万两千名建儿 提具中国广州 角途四百七十六例金牌 中华队史上最大阵容 排拳 滑轮溜冰 死仇 国牌希望农 放仇 网仇 软网 谁与真风 广州亚运最前线 公事带您全掌握 每晚八点请锁定 公事晚线经文 四十三百多亿元建造了 银河链 如果全会为了盟业用选 国家当中 城市的风景 有了不同的变化 在与創意带入 有没有一个 这都进行过程度 你们修复修法 只有十八十都不够 欢迎接受到这些 南部来开箱的 我们台湾有1600多万台 在俄罗派边 今天一点多个人 就有一部摩托车 所以摩托车 摩托车真的 我们有够日本 别人去台湾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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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政府大手笔 政府大手笔补助民众购买电动机车 希望四年内能有内销16万辆与外销3.65辆的成绩 不过电动机车的补助政策其实十年前就有过 但那时候技术不够性能不好 而且使用千三电池 一台车的重量就要超过100公斤 使用起来相当不方便 前车的重量140公斤 它能够跑多少 能够跑60公里而已 而这些问题现在改善了吗 理事长说大部分的技术都已经突破 速度和爬破力都比以前好很多 要追上汽油机车的性能 只剩下变速功能要克服 不过他认为这项技术 五六年内性能突破 性能不成问题 价格也有政府补助 那现在是买电动机车的好时机吗 谁知表示目前电动车最大的困境 就是电池技术 虽然把千三电池换成离电池 充电时间缩短去电量也增加 但使用上仍不上机车加油那么方便 碰到平均就是说它的充电时间的问题 目前充电的话就是过长 就是希望说未来能够跟加油站 加油时间的话能够一样 如果说能够预期未来 达到三到五分钟的话 电动车来讲的话就会非常方便 在电池技术尚未完全突破之前 业者建议政府应该要先做好 电动机车的基础建设 像是停车位结合充电站 或是电池交换站 让民众充电换电池就像加油一样方便 而且目前电动机车的电池 民间规格仍未统一 业者也担心未来的维修或电池交换上 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 过人做过人的这个系统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所以这样子一般回交有这个问题 它就好像很困难 为政府要出面把这个公共界面要统合 前面不做后面也走不下去 十年前电动机车政策风光上路 结果却宣告失败 现在政府要再推电动机车 除了提出优惠补助之外 也得在刚刚贴套上更加用心 民众才不会又当了一次白老鼠 其实十年前 如果要一台电动机车 也是保住两难口 那时候政府也就介绍 就保住了好 但是大家过去就是觉得说 它的一个速度 还有这个性能不好 说这样有时候 你这些车 车没有什么车 还要载账 一台车转开 那就也不太行 所以速度跟爬坡能力 现在这些问题真的有解决 又比较好了吗 可以向前提的观众讲说 这个已经都解决掉了 为什么呢 在今年的6月13号 环保署已经到立岛去 那做一个测试比赛 同一时间已经再连18度 都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绝对这没问题 而且包括当初的问题是电子交换 这块问题也解决掉了 为什么呢 过去的电子产来讲是太大 拿不中 那现在呢 有运人技术也帮它解决掉 就是4颗电子 3颗电子 5颗电子 6颗都可以 只要你要几颗的话 就在整个设计里面 设计几颗 你多的话就好 让它跑得更严 但是因为过去政府 对于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一块 比如说厂商的话 因为没有统一规格 你知道没有统一规格 大家都各做各的 那你到时候如果说你说用电子 我出去 如果假设我塞 我买那个YAMAHA的处理 刚好没电 又碰到另外 但是呢 之后附近就只有另外一家厂商的那个 又没有办法 充电也没有办法换电子 那该怎么办 现在解决调数在什么 第一电子要统一 三个界面也要统一 为什么电子要统一 如果电子没有统一的话 就没有办法 而且这个环保署 已经开了八次会 已经有共识 所以越者愿意大家说好 虽然我的都愿意同一开始说 可能就排学A种规格的 那以前是B跟C的 也愿意放弃自己的设计 然后再追寻A的规格吗 OK来就是要不要说 就是我们要不要说